几分钟前还是晴天 一瞬间变清盆大雨 骑士急忙靠边穿雨衣 其为烟火际齐楼内 部分北部地区一早出门 被震雨下得措手不及 而这波降雨主要是受到低压带影响 至于青台葡萄桑 距离台湾还有一段距离 最快周三晚间 部分地区才会受到外围环流影响 明天晚上之后 葡萄桑台风逐渐进入中国 天气形态会变成低压带在影响 环境风场会比较偏南风到西南风 21号之后 也就是周末之后 天气会变得比较不稳定 容易有短夜市的强降雨 而且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 气象鼠表示 如果葡萄桑陆境难偏 不排除会发海上台风警报 但都还要再观察 清明两天主要是受到低压带 和东北风影响 迎封面北部东半部地区局部阵雨 新竹以南则以午后雷阵雨为主 要注意的是低压带持续影响到周末 加上水汽增多 全台可能出现短延时墙降雨 整个周末恐怕都要湿搭搭 在我们的西南边 大约也是1100公里左右的上面 有一个热带性低压 它预计它影响的范围 它的走向是 朝越南这一带方向上来移动 预计明天会进入越南 除了葡萄桑 还有另一个热带低压在南海 接力发展为第15号清台苏利 虽然两个热带系统目前直接清台几率较低 不过从周四后对全台诱发雨量相当可观 而且变数还很多 还是要持续观察 东省梁俊棠台北报导 接力尽体尽码 感谢观看